其實現駕入小米 我覺得要好看它自己的部署是怎樣 如果你說駁一個 怎樣說呢 如果說過過去這一段 論跌幅它又沒有一些 譬如ATM那麼多 但是反過來反彈 即是你駁好像過去那一段的反彈也好 它又沒有它們等那麼多 因為一跌沒有那麼多 二來始終熱務上的廣場 不斷強調小米 不是太受這些監管的影響 因為它本身都是賣一些 主要賣手機 賣硬件為主 賣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沒有那麼直接的衝擊 所以相對它也不需要說 捱得太誇張 但是也說過很多次 雖然它沒有跌那麼多 你選擇它好像感覺上 比其他科技股安全 但是問題就是它的價格 不會怎樣升到哪一處 因為一來剛才說 就算論短期反彈 它未必是它首選 二來就算不是說當反彈 我當你真是一個中線的價位上升也好 其實始終我要衡量股值 始終小米也說過 如果論估值 以它自己的業務上看 其實這些位置不算特別便宜 因為它賣這麼多 都是以一些硬件類別為主 不是一些互聯網類別 軟件類的話 相對估值 現在整年二十多三入去的P 其實是一個 你可以說的極其量是合理的 不是說便宜或者吸引 所以其實有沒有很大的上升趨勢呢 要看之後 其實之前分析業者也說過 要看之後將它那些用戶轉去 譬如物列網 新大圈那邊的步伐是怎樣 如果是強的 其實長遠就變成吸引 但這個是要等 所以剛才一開始說 就是如果你選小米 你要問自己究竟你的部署是怎樣 如果你說負責一個中長線 我覺得這些位置慢慢分析 吸引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純粹要炒一個上落的 其實近期說 它也在走一個微微向下的一個趨勢 其實現在也貼近上個月23.2的低位 其實欠了四毫子 所以你很明顯要問自己 是不是這樣搏 如果你說一穿23.2 四毫子 你覺得走了就沒所謂 那是OK的 因為如果這些位置不走 其實整個肯鬼落 可能試試大概22元邊 不奇怪 但假設這個區間是不失手的 就維持回的 而的確 我想向上來說 可以看著淡回到大概26元邊 暫時是用一個區間 做一個 如果真的要考慮短期的部署 比較合適一點 是